帮你讀懂 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Financial Times 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全球社论 这篇社论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最近台湾其实非常多的人在探讨所谓的CHAT GPT 或者是人工智慧的一个罪行经济 所以在文章的标题就直接告诉我们Coding 就所谓的编码 其实仍然会是你职牙赌注的一个最好选择 但他并不认为人工智慧真的能取代所谓的编码人员 那在补充标题上他就写说 虽然最近科技公司的裁员 还有人工智慧的激进 可是电脑并没有办法自己去编写程式 为什么这样说 文章一开始就很有意思 他举了一个过去曾经很有名的电影叫毕业生 那大家如果印象深刻里面有一个主角叫达斯均霍夫曼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马乖 他曾经在毕业的时候问他的朋友马乖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行业最能赚钱 他当时跟他说Plastic 化工业 那事实上化工业在当时其实是所有的毕业生最想去的工作 不过在过去20年我相信更多的人是进入所谓的电脑科技行业做编码或者是电脑的程式人员 因为这看起来是最容易赚钱的一个行业 那今天很多的父母可能就要回头去问自己是不是 不是我把小朋友鼓励他去继续研读或者是从事这样的工作是正确的 那伦敦金融时报告诉我们 其实虽然人工智慧或者是最近科技业的产源会让大家有点担心 但他说服这些父母编程或者coding仍然是一个最值得选择的挚爱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以财源潮来说呢 那伦敦金融时报认为这一波科技的财源潮只是让科技产业变得比较像传统的金融业 也就是说呢在旺季的时候他们增加人员的聘估 而在淡季的时候他们减少人员的成本 那这样的情况只是变得回到fondamental变得比较正常 可是不管是人工智慧甚至所谓的chat GPT 他并没有真的能够完全取代具有思考能力的一些所谓的人工的 人的真的脑力的智慧 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微软有一个所谓的Github 他们曾经出了一个叫做copilot的这样一个人工智慧的软体 那特斯拉的人工智慧长就说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copilot去运作 特斯拉发现确实他们能够撰写所谓80%的所谓 电脑程式而里面准确率有80% 但是有一些相关的domain know-how 人工智慧还是不能取代人脑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善用所谓新一代的人工智慧 是可以让生产力跟output能够增加 那美国的一些研究报告也凸显 所谓比较狭隘或比较低阶的所谓编程的人员 确实失业率可能会增加10% 可是如果具有一定的domain know-how的人 反而他的工作机会会增加1% 所以善用时报最后结论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虽然人工智慧越来越进步 但是focus在coding或电脑编程的这些专业人员 只要能增加自己的domain know-how 只要知道怎么去运用它 其实在未来的职业发展里面 coding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选择的一个职业 以上那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人工智慧变化 还有coding之间一些的相关影响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华氏新闻